老師有沒有那個比較不麻煩的 除會轉運的好物 有 絕對有 其實現在人比較幸運 已經不要像當初尾輪那個樣子 到處去找一些花花草草的植物 等你找到收集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還要花時間去清洗它 然後再把它曬乾 那你想想看 我們每個人每天忙得要死 哪有時間上山去採藥 而且你採來了之後 那個葉子你放在身上久了久了之後 它會黃掉 它會枯萎 這時候心裡又有掛藍 葉子都黃了 它到底還有沒有除會的一個效果 所以老師建議大家 可以去找什麼 找這個有配方的 就是它本身裡面就有 瓦草 艾草 榕樹葉 跟蓮花的這種草本配方 清潔用品 就像老師桌上這四大用品 洗衣巾和沐浴乳 它就加了這四種的草本配方 另外像這個香氛蠟燭 跟這個滾珠香水的話 它本身除了有這四大配方 最重要它還加了小蒼蘭 它的味道非常的芳香宜人 那我們就把這些東西 直接拿來去使用 就不要到山上去採藥了 那不僅是給自己除惠 同時也可以幫助我們家人 一起除惠 尤其現在年底到了 很多人的那種生活的壓力 工作的壓力很大 再加上節氣的這些不穩定 每個人的免疫系統 都會跟著不穩定 有的人他是會下降的 那這些都會導致 我們的能量處於最低點 所以整個人 你就會覺得渾身不對勁 可是又說不上來 哪裡不對勁了 所以年底可以說是 我們整個大環境氣場 最紊亂的一個時機節 尤其在2024年要來臨之前 所以老師要提醒大家要注意 當我們新跟舊在迎送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先做什麼 先除惠 一定要把我們2023年 身上所有的惠氣 煤氣 全部除掉 送走 我們才可以迎接新氣 所以老師建議大家 在農曆的12月24號青豚日 一直到元宵節 這一段時間 我們好好地把握住 大家就跟著老師 一起來使用這四大的 這個除惠的聖品 它其實可以圓滿 我們的一些願望 最重要是 百分之百能幫我們除掉 之前留下來的惠氣 但是要怎麼做咧 來 大家跟著一起來看 好 這個做法 就跟老師當初教偉輪的祕法 其實是一樣的 它的邏輯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我們在 12月24號青豚日 一直到元宵節 我們每一天 就去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執行這四大任務 那哪四大任務 大家看過了 第一個 我們每一天 一定要利用 使用這個添加 我剛剛說的那四大草本 所添加的這個洗衣精 來清洗我們的衣服 因為我們人每天出去 都一定會帶一些 晦氣 衰氣回來 我們一定要把這些 給清洗掉 那這樣我們消除了 衣服上面的晦氣之後 就不會殘留它的晦氣 在身上 同時它還幫我們去了病氣 讓我們的心神安定 那麼衣服洗乾淨之後 還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 我們要洗澡 洗澡是我們每一天 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但是洗澡一定要用對沐浴乳 所以老師建議大家 其實可以去找這種 有黑曜石成分的 黑曜石加水晶淬煉的 這個沐浴乳 因為黑曜石它是礦石 它是火山容易的礦石 它本身它的陽氣 特別特別的強 那我們用這個陽氣很強的 沐浴乳來洗澡 相對的我們身上的陽氣 也就提升了 身上的陽氣增加了 陰氣自然就節節敗退 其實它也可以讓我們 圓層光彩了 那這兩樣是針對我們身體的 對 但是針對環境的 也不容忽視 也很重要 再來就是環境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 每天洗完澡之後 直接點上這個除惠的光明燈 其實這個蠟燭 它也有剛剛說的那四大配方 之外它還有小蒼藍在裡面 那這個小蒼藍結合了艾草 它的味道可以說 會蔓延到我們整個室內 讓你非常的提神醒腦 而且它可以驅除 我們環境不良的一些晦氣 那打造一個 就好像在節界一樣 讓那些晦氣它不再進來 然後再配上 因為我們在點亮的時候 我們上面就會有燭光 這就像是一個光明燈 對 那點上它 我們又洗得乾乾淨淨的 這個時候可以說 環境也好 我們身體也好 都在一個非常美好的氛圍之內 那最後一個也很重要 建議大家 隨身去攜帶這個滾珠香水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人在外面 不管做事情 你旅遊 你不可能帶這些瓶瓶罐罐 那我們身上只要帶這個 一小瓶的滾珠香水 時不時的 我們把它點在動脈 或是緊動脈 那如果你去到一些 不乾淨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點在硬糖 硬糖是眉心的地方 這就也是產生一種節界 讓那些不乾淨的東西 全部遠離我們而去 所以這些負能量 它就不會靠近我們了 自然而然 我們身體乾淨了之後 運勢也就會跟著好了 好啦 其實現在不管是個人的氣場 或是環境的氣場 它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目前年底的時候 都是處於一個非常混亂 混亂的一個時機點 所以除慧它是一個必要 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所以老師建議大家 在2024年 尤其是犯太歲 或是說你想要在2024年 大翻身提升運氣的朋友 你長期每一天的使用 這四大物品 來幫你晉升 當你的衰氣退了 你的好運就會跟著來了 所以老師一直都說 開運它其實是很簡單的 只要你做對了 那麼2024年 你絕對會有一個新的契機 所以這個小祕法 就給大家做參考 像韋倫說你曾經租房子 租到一個壞風水 對 越住越衰 我覺得我那時候在住的時候 剛住進去的時候 很OK啊 空間很寬敞 面寬十米 非常的寬 而且採光也OK 在哪裡 在中和 我還好想找這樣的房子 面寬十米多爽啊 對啊 那那時候本來是 我是住在板橋 然後那時候是一個 還不錯的地方 就在府中捷運站 那我那時候住了大概五年多 突然就接到說 房東就說 我要把房子給賣了 因為他好像不知道是被騙 還是什麼也是一樣 我說那騙多少 為什麼要賣這裡啊 他說他被騙了 你會不會是打電話給他買 還是其實我媽有房子是不是 我不知道 他說他被騙 我說被騙多少 被騙了幾千萬 所以必須把這一邊賣掉 我說那多少 我跟你買好了 他說 這個價格 他想要賣的比 實價登錄還要高 所以那想當然的 他就說 那你可不可以搬走 我說啊 搬走 什麼時候 明天 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馬上搬走 我已經請那個房仲 都已經來那個要張貼 這個賣房公告了 你們沒有簽約嗎 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住了很久 所以你簽第一次之後 後面就不會一直去補那個張了 那其實 其實我後來才知道 如果你續約沒有蓋章 其實是房客優先 就是房東不能夠隨意的 把房客趕走 因為你沒有在續 你沒有說明說 你是幾月到幾月 是房客優先 但那時候我也沒想那麼多 因為房東對我 其實也蠻好的 那他說 他有困難要賣 那我就說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得趕快找地方搬走 那剛好小說 好吧 那就搬到 離當時工作的電視台 近一點好了 那就找啊找啊找 就找到了一個 是華夏有電梯 感覺還不錯 面寬很寬 那感覺蠻明亮的 好吧 我就連夜 大概不到三天吧 哇 你好厲害喔 而且你知道 我東西非常多 我都來不及收 然後我就隨便 我也不分類了 我就拿幾個 那個大垃圾袋 黑色的 我就全部齁齁 全部進去 然後就像聖誕老公公一樣 弄成一包一包一包 大概有二十幾包 來幫你搬家的 有沒有覺得你是賊 然後我先估價 我說你那個三噸半的 跟那個三噸的那個車 大概要怎麼算 然後問完之後呢 他說那你要幾趟 我說可能要四趟 所以他就從這個板橋 一路搬搬到中和 然後就這樣搬過去 那因為中和是一個空的 全部都是空的 所以我必須還要再買一些 家具啊 沙發啊 茶几啊 冰箱啊 電視啊 就還要買這些東西 那好不容易花了一筆錢 搬進去新的地方之後 我覺得感覺還不錯 雖然乾乾淨淨的這樣 雖然沒有什麼裝修 是個老房子 但就很乾淨 那段時間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開始 我們這個購物節目都是Live 所以其實節奏蠻快的 那你知道我又是處女座 我就每件事情其實我也都蠻細心的 非常丁筋 對 那有一次就是 丁筋啊 丁筋喔 對 然後有一次就是 你處女座的嗎 對啊 相信處女 真的喔 上身 上身 然後有一次就是好像要約一個 製播會議 就會開一個會議 那好像跟這個原本的主要的主持人 時間沒有約好 就是也沒有再度確認 所以導致時間好像也沒有約出來 結果我就發現工作上面 有開始有一些 開始出狀況 會議沒約好 我也沒收到通知耶 等到我回過頭來發現 要去問一下製作人 那個會議是什麼時候啊 是不是要開會啊 製作人說 沒有 我們已經開完了 我說開完了 那 我要錄影嘛對不對 他說那資料你自己看啊 我說喔喔 好 謝謝 我知道真的 那時候我就印證一句話 人哪衰 進補阿爾生意菜歸 那時候我就發現 我要錄影囉 結果製作人說 沒關係 你出去 我說這Live欸 我出去 他說對啊 你出去 因為你沒有開到會啊 你就在旁邊那個model區 那邊好了 那沒關係 節目現場就給那個 資深主持人好了 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 就是我別麥了喔 然後後來我默默就把麥拿掉了 然後就到那個情境區去 就是沒有我講話 半句話都沒有 但當時對我而言 我心情其實很受傷 因為整個攝影棚 包括副控 這個二三十個人 就看你一個 而且聽說你很優秀嘛 哇 你業績好像也還不錯嘛 大家想說 什麼事了 其實就是 你沒人可以問耶 你不敢問 然後當時製作人 他也就這樣講 那我們當然 因為生活在即 我們不方便多問什麼 所以也就這樣子 然後確實喔 我那時候 整個受不了之後 我就覺得 好吧 既然這個環境 這個大家對我 好像覺得 環境工作運非常非常卡 我就決定 做不下去了 那時候最嚴重一件事情 跟我最要好的經濟夥伴 整個就是 很多的造謠是非搬弄 所以整個做不下去 我就說那既然這樣子 我就離開好了 我整個當時在二零 那時候是三四年前 我就徹徹底底的離開 然後離開之後 我就覺得那怎麼辦呢 已經離開了 然後感覺好像 整個人就是很 很欲阻 那時候我就想 我不能再這樣子下去 我就打電話 給當時我認識的李老師 那時候我說 李老師怎麼辦 我當時 哪一個李老師 玉佩老師 對 真的 我就說 因為我就說老師 那怎麼辦 玉佩老師要記得 是有藍勾勾的 對 跟我講李老師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玉佩老師有藍勾勾的 才是真的 你看那麼多久 沒有特寫 坐好 導播有這樣 你還不需要給我特寫 有了 對 對 然後玉佩老師跟我說 韋倫 其實人生會有很多的 所謂的大運跟低潮 他說你現在 為什麼要亂搬家 我說沒辦法 不是我要搬 是房東要賣房子 他說 因為他就一算 他說 你當時你是充犯太歲 你不能亂搬家 我說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充犯太歲 不能搬家耶 他說你一搬 你整個 你就不會搬對 你就只會越搬越差 所以當時 玉佩老師跟我說 你現在趕快 趕快去找 艾草 麻草 跟蓮花 還有那個榕樹葉 我說去哪裡草啊 我家又沒有 然後我就趕快去 那個園藝店 然後再去中藥行 問了朋友說 到底去哪兒 湊齊這四樣 那玉佩老師說 你湊齊這四樣之後 萬華如山寺旁邊 青草店 那邊有是不是 然後湊齊這四樣 還不夠喔 你還要到 離你現在住的 那個館區裡面的財神廟 就是土地公公去拿 中午大概十一點到一點 這中間 去用他那裡的飲水機 接那個五十水回來 我說那回來要幹嘛 玉佩老師說 你把這四樣 在水裡面就是攪一攪 然後就毛巾 把自己的臉洗一洗 然後每天回到家之後 把你身上穿過衣服 我就用一個噴槍 稍微這樣噴一下 然後因為你家 玉佩老師說 因為你家前面在挖 後面也在挖 他說你就家裡面四個角落 把它噴一噴 做廚繪 我說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他說 這四個植物裡面 都是擠揚的 而且是可以驅邪的 他說因為你現在充犯到 所以你一定要做這一些 把自己的能量廠把它弄好 後來你知道不誇張 我不是剛剛講 兩次的Lay off 然後也領了事業補助 結果不誇張 那時候直播電商 台灣在台灣 剛剛要起步的時候 我有一個廠商朋友 其實到現在 我都還沒辦法當面謝謝他 那時候就是因為他讓我 你知道嗎 得到讓銷售天后立金 親自頒獎給我 就是兩年都是蟬聯 最佳葉姬王 那你敢碰到嗎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加個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